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是聊不过来 太多人 这个新闻纷至踏来 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谈过普京和柳德米拉的离婚案 当然不是案了 离婚 但是你看马上又传来莫多克和邓文迪的离婚 其实这都是让我感觉到比较兴奋的 你知道有些事情需要一风一俗 我就老跟他们讲 好 你注意到没有 普京都受到攻击 因为俄罗斯是东正教的国家 根本就说不太主张离婚的 好 按说他以身作则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吧 包括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 他可能也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 但是你看这些有头有脸的 这些按说最有顾忌离婚的人 最终都离婚 那么批判者你固然可以说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毅力 对吧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道德不高 但是我觉得你为什么不从反一个角度去想 就说这些个最该以身作则的都混成这样 这就说明婚姻制度在今天 是不是真的应该就再思考 你等什么眼 我想到你要说成什么 我们的再思考呢 没有 这个他们这种名人离婚是有作用的 我想起戴安娜王妃 对 他们当时一闹婚变 后来确定离婚的时候 之后两年 英国的媒体这样报道 说他在他们王家 闹了离婚之后两年 英国的离婚率高了好多个百分点 对 有示范都有 大家就明白 问题是悲剧在于说 效用只有两年 过了两年 一切回复正常 那这个我们不能只用简单一句 说人太笨了 爱情是满目的 什么 不能这样讲 因为这样解释太简单了 所以婚姻坦白讲 没有人是笨蛋 我们都知道里面种种的不幸 种种的麻烦 像我们男人 一旦离婚又钱包没了一半 真的 对啊 那可是回到头 我们一定要思考 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 婚姻那么麻烦的事情 大家还是爱玩 还是玩这个游戏 对啊 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我觉得要针对这个问题来想 才能解决婚姻问题 好处的部分 就又挺负责说 你想不出来 我想说 你总是这个一句 难道想不想出来 又挺说 因为你可以完完全全是占有 然后你可以很失荣的说 她是我的 对不对 这就是占有 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不行 跟全世界 分钱 然后不行的时候就能分钱 对女生来说 我觉得 应该是说 她保障 现在所有的法律的婚姻制度的法律 都是保障弱势 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女性 但是我觉得是个弱势 就是在两个关系当中 比较不赚钱 那个到最后可能就分得物质上的保障 对 但是婚姻最后 这个东西 我觉得到最后你分多少钱 谁是分得多的就是赢吗 怎么样你这个婚姻怎么一遭 都是把青春岁月放下去吧 那这个时间 精神 你结不结婚都放下岁月 都楼走 而且又婷我提醒你 还提醒你 你没结婚 同居也是放下 也把这放那了 你单身也是放下 而且婚姻的确 你刚说是女人的角度 对男人来说 对部分男人来说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婚姻啊 令偷情 令偷情变得更快乐 更快乐 不然的话你每天 跟不同的女人来交往来往 你不快乐的 你一定是觉得家里 有一个家 然后你偷情是脱离了 原来那么枯燥 那么固定的 爱情生活性生活 你在外面偷情 变得更快乐 我认为你要说 让跟这个女生的上床变合法 就不是 是想要让不合法更开心 对 蒋辉今天是带着女儿来的 这一段是污住耳朵 女儿去上厕所了 下一段就不一样 我跟你说 这个我确实最近聊离婚的事 聊得多了 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现在见到的 就是这种 就是好像女人 主张自己有权利 跟男人什么都一样 现在我听到这种声音非常多 可是我就觉得 不是说也有男人吃软饭的 咱们承认 对吧 但是为什么大多数 传到我耳朵里的 这个离婚 怎么都是女人分男人的钱 是一个男权的社会 就是男生还是主导的 他还是在 就是 他的 还有一件事啊 我觉得 分钱嘛 分的多的才会传到你耳朵里嘛 就是说 他一定是有权有势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 还是你男生 比较容易在事业上 赚得 这样的财富 所以他一旦分手的时候 通常都是女生 对啊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 就像是就 我过去说过 就他很虚伪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每个女人 咱们尊重女性 他都说 哎 我要下架 谁谁谁 实际上谁下架了 都攀高枝呢 你知道 那么这个里边的虚伪就是说 事实上 从比例 从数字上来说 你这女的 都分了男人的钱 大部分情况下 然后呢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你现在跟我 你现在跟我吵说 这不公平吗 但是我当初跟你签那个 那个结婚证书的时候 我也没有骗你这个 我没有说我不拿呢 女人分不分钱 能不能分钱 分多少钱 是法官派 对啊 那法官的法律 有一个基本假设 这个假设我们都知道 从资本主义起来 对 所谓的核心家庭 是整个社会生产 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他假设是什么呢 一个已婚的男人 能够帮助 这个身份 这个名号 能够帮助你的事业 往前走 让你稳定你的工作 让你的生活成本 降低了 因为后面有你太太 安抚你的家庭 照顾家庭 安抚你的身体 跟心理 等等 还有光是这个名号 你出来 这一位是已婚的男人 在那个资本主义运作里面 你会被信任 觉得你不是 以前还有很多歧视 觉得你没结婚 要么是花花公子 不可信任 要么是个gay 变态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个已婚的男人 就算你偶尔偷情 被知道 人家也没关系 觉得你懂得享受生活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 两个夫妻合报 这个税的时候 你省多少税 我只是在离婚的时候 拿回来一天而已 有差吗 好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个谁啊 贝鲁斯科尼的前妻 就每天拿走他八万英镑 反正他赚可能八十万 那个八万他领头 他应该没关系 然后这个什么 他们都在谣传吧 这个说邓文迪 说因为上一次老梅 离婚是给了17亿美元 说这个文迪小姐 至少都在10亿美元 以上 这身价是吗 对对对 想当年他嫁给莫多克之前 跟我有过一面之缘 真的 打那之后再也没有联系 最近我准备恢复 恢复一下 所以我联络一下老莫 你联络一下邓文迪 大家各自发展 看谁 就是我我跟你说 就是他 我当时跟他有一面之缘的时候 我会笑面 我看他这个面相 我当时还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人比较急躁 容易脾气比较急 但是后来咱 咱都不知道了 媒体上报道 说他是教育孩子 是什么虎妈 就虎妈就整天让他女儿 少吃饭 说你看人张子怡 对吧 你将来 怎么混呢 长胖了 他是这种虎妈式的教育方法 他对自己很严格 也有人说 你看他十几年前 跟那个莫多克刚结婚的时候的 样子打扮 跟你现在十几年后 他在这个纽约社交场合上 已经可以就是 自己有一片的这个 办这个party啊 都无所谓的时候 他已经把自己提升了 我觉得他再也不是 我们当初想象 13岁那个女孩子 家里都没有冰箱 然后从中国 他说他家里很穷 到13岁 没有看过 我以为他13岁就开始找老美 不是 就是他的这个 他曾经穷困到这种地步 他是从中国乡下出来的 可以说是到了这个美国 才开启他的野界 但他也要跟得上 老莫他的那个 整个社交的 社交圈 还有他的这个社交身份 如果他喝个红酒 他也不懂 他不上镜 那他也没有今天这个位置 也不能坐14年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他只把婚姻 当事业再经营 Why not 所以又婷现在每天在微博上 传递这个喝红酒的经验 这些讲究 没有 你看这样 你没看过我微博 还没调到金规序 但是把这生活的做派 都先研究了一遍 我们可以看看 他们当时的这照片 这个刚才又婷这个说到 当年结婚的这个时候 你看 他们就当年结婚不久 我就听有人说 说这个邓文迪像不要一样 说老美 鹤发童颜 年轻了10岁 但这叫喝发童颜吗 是显得年轻 因为你跟他婚后几年对比来看 他现在算年轻的 你看下一张 你看这是就是结婚之后 访问当中透露说 他那个他老公有在吃那个威尔钢 他说虽然他不需要 但他有吃那个蓝色小药 吃了干嘛不需要 好玩的 他说他虽然不吃也可以 但是他还是有吃 他有不小心讲出来 对对对 再看 蓝色维尔钢的产物吗 他们是人工手蕴的 哎呦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当然要研究一下 哎呦这是挺身护肤的 那一幕啊 你看这当时是老美 这个点背的时候 这个再看下一张 是当时有个人袭击 没夺 他当年打过排球 就是 要靠球 对所以我就说啊 这些个看热闹的人啊 真的是就说是 稀里糊涂 虚头发脑 有的时候你看两个明星啊 就跟太太 比如说给太太 披一件衣服啊 哇 这媒体报道 就全是他们恩爱恩爱 当年就来了这么一巴掌 就看这个媒体就传送啊 说邓文迪跟老美 感情如何如何好啊 当年他们结婚之后 邓文迪接受采访 因为大家有疑问 就说是年龄相差这么大 对吧 邓文迪我记得 当时说的这个名言 就是说这个 唯一的解释 是爱情 真的啊 对啊 我也相信他们有过 我还是相信的 我甚至我相信 现在还是可能有 因为做夫妻 跟做情人 是两回事嘛 往往我们因为 太在意那个 那个身份 我是老公 你是老婆 往往反而 让我们没办法 做好朋友 没办法做情人 所以我觉得 我听过一个 离婚的男人 男性朋友 跟我这样讲 说是啊 因为我太爱他 他也太爱我 所以我们选择了离婚 离婚之后多好啊 离婚之后 每一年去两趟旅行 去烛光晚餐什么 之前不会的 结婚呢 结婚状态的时候 每天晚上就在家里 报告一下 今天小孩怎么样 我们今天 每个月的账单 怎么怎么样 完全所有浪漫 都杀掉了 所以我觉得 赶快离婚 赶快大家 你爱对方 我就要跟你 跟对方离婚 我觉得这才是 好怕在你 女儿向他走 这样 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世界当观点与观点交锋时 谁能找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方点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较量辩证力度 实事变诺会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重塑架控 升华术士 桃花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来 东风日晨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枝水 汇软酒精 年份暖江 古井贡酒 你说这个莫多克 也是这个离婚的老手 是吧 他们说这个说是谋偏布局啊 很长时间了 而且呢 是有点突然发难的性质 就就好像 有一些迹象表明 这个邓文迪好像事先 不一定知道 他就老梅就说 但是现在说是双方啊 都是庞大的律师团队 准备这家伙展开轰轰烈烈的 分财产 分天分地真忙 邓文迪我们一看 坦白讲也不是白纸一张嘛 我们看八卦 说他一路过来 好像曾经跟他的养父 有过什么浪漫等等 所以你说他完全不知道 没有估算那个老公会提出离婚 我是不相信的 对不对 而且什么有没有预谋 怎么样突然发现 发生也不相干嘛 反正他们早就立了那个合约嘛 婚前协议 对婚前协议 反而是说这个邓文迪啊 怎么样来来继续进 我觉得还是可以从爱情那个角度来看 年龄差距那么大的婚姻 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他们的爱情在哪里 我觉得最好奇是这样的 对 我好奇的是 就是说老梅啊 真是这个人老心不老啊 还是 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对啊 他还离婚干嘛 就是 其实是邓文迪捞好处 但我才44岁 家财万贯 这么多的这个好朋友 他生活更逍遥了 我没你82岁 那个公司要分差 还要面对官司 怎么办呢 就我都替他担心 而且再者就说 比如说这种说婚姻关系无可挽救 这个呢 我也就充满疑惑 不太懂 因为呢 就好像普京跟刘德米拉 他为什么是什么原因 是非要离婚不可 因为实际上 据我所知 现在中国的很多 有头有脸的夫妻 就像这样 他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你甚至都不生活在一个城市 各过各的 他这种要公开高调的 要离婚 你觉得 名号身份 我们人存在社会里面 别人定义你 不仅定义你是邓文涛 不仅是马家辉 我会也定义 我马家辉是个已婚男人 或者说我是谁谁谁的老公 谁谁谁的老爸 那假如你觉得那一段关系 让你感觉很不好的时候 就像朋友嘛 也有绝交嘛 你可以说朋友干嘛要绝交 我干嘛又打电话去 把豆文涛骂了 玩一堆就说 我们绝交 没有必要啊 不是 我跟朋友就是 如果不好就敬而远之啊 也就不用说 难道还专门宣布一下 咱们以后绝交了 我觉得好像也不必啊 但是夫妻上面 会有很多东西是一起的嘛 你的税金要一起报吧 然后呢 更何况这么大的公司 总是有这个股权的分配的问题 他以后会不会有新公司 如果还是你老婆 那这我相信他们还有更多的财务上啦 或者是法律上的问题 必须要用这个身份来 更重要我觉得 这当然是虚务 可是到了那么有钱的人 他可以处理的 甚至不一起住 因为坦白讲 婚姻关系 你只要不一起住的话 好极了 像吴迪艾伦 吴迪艾伦 吴迪艾伦 他从小以前 从他年轻到后来 因为他很年轻 就赚很多钱 编剧 都是这样子 不管有结婚没结婚 分开 不同的房间 不同的房子 你住一个房子 我住一个房子 大家隔着一条街 他觉得这样更能维持关系 所以我意思是说 当你说 假如我是他朋友 我不喜欢 我跟疏远 可是别人说 邓文涛 你是马家辉的朋友吗 你可以否认 那个时候不是 我不是他朋友 他还是有一个社会上的存在 我们反目了 可是当假如说 别人说 我是谁谁谁的老公 你是谁谁老婆 你没离婚 你就不能否认 而且感觉很不好 就像我们弄脏了 一件衣服 有时候就干脆丢掉 干脆削掉 把东西削掉了 把照片撕掉了 那就很坚决的感觉 我觉得洋人 而且是有钱的洋人 洋人特别这样 而且有钱的洋人 有本钱这样做 他有资格这样做 没错 换得 就是财富的部分损失 可以换得心里的痛快 是吧 就是说 提到他跟我没关系 那种爽 然后过于我负八亿的痛 还是 老外 他真是有点这个 就是说 不像咱们这么委婉 是吧 他们真就是 而且爱结婚 你发现没有 你说这没得客 就是一节二节 三节 是吧 你要叫中国的这种富豪 可能宁愿去找一个 叫婚外情人 或者是怎么着 或者有几头家就算了 但是你看老外 他不来这个 他就要不 所以你知道 曾经在美国 有人列举过一个数字 他说呀 这东方人 你就是说的 到过去说讽刺 就说什么三妻四妾 但是他说呀 这个有个本质的规律 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拥有资源的 这个好的 这个条件好的男人 他会占有比较多的 雌性的女人 他说这个东方和西方的区别 只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区别 就是东方人是空间 就是说我同时 大奶奶 三奶奶 同时拥有 但是他西方 他列举了很多例子 你知道吗 他说你看 好比说朱贝林 或者说这个 他一生结过多少次婚 他实际上等于在时间上 占据了七八个女人 而且是二十到三十 这个年龄段 所以这也是 就是这个 你明白吗 空间和时间的区别 这是假象 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例子 这些名人 我们都以为他一段 结束才一段 后来发现都骗人了 其实我们看回所有的传记 都是你根本没有离婚以前 已经不干不净 所以洋人其实比中国人更贪心 你这么根本时间空间全部要了 所以有人这样说 世界上有两种制度 是我们都知道非常虚伪 可是我们又喜欢去玩的 因为目前为止 还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制度 一个就是婚姻 一个是民主 民主 民主 这两制度都不怎么样 强强三运行广告之后见 务所中国 如何冲出十面埋伏 在2008年的时候 为了置屋 北京市政府是花大力气 我们是有解的 关键问题要下决心去解 外有清销制裁 内有产能过剩 中国光伏业 延东之后能否迎春 大家都希望 我们这个世界上 能够多用海洋 那么为什么要对它 进行这种贸易上的制裁呢 外纲 红星梅凯隆 问答神州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央台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 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 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夹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我感觉到就是 现在好多女的都挺着急 就是还没结婚的 那你说啊 一个女的 她到了一定岁数是吧 是不是她宁愿 结了婚再离婚 对她来说 这条路也好过 她一直没能结婚 我朋友是这样跟我说 她跟我讲说 你别再挑了 你就是赶快先结 我说那这样不合就离啦 宁愿离 也不要你现在一直空着 这是什么概念呢 所以是不结婚的人 表示有残疾吗 就是如果你一直没有婚姻经验 到四五十岁 跟你这个四五十岁 离过十次婚 还不如后者是吗 那这样就感觉 一直不结婚的人 才是有残疾的人 反而不是你一直离婚的人 心里有问题是吗 可是你一直离婚 是有点夸张的 可是假如不是说 离五次七次 就这样结婚 我觉得这种逻辑 你为什么会抗拒 就反正好歹找到一个 不太讨厌的男人 比方说马家辉 你就先结了再说 对我来说 婚姻不是就是凑活 或者是说对眼 我们就去结了 如果是这样那就交谈恋爱 可能你还可以这样吗 就是看队友 我们就在一起 一个月两个月 三个月一个礼拜 无所谓 可是婚姻对我来说 它还是被赋于一个 比较神圣高的位置 所以当你愿意跟他 不管你是不是 现在我们就是说吗 那个结婚的世词改成说 我爱你知道 你不爱我的那一天 所以 有这样的人吗 对他说美国 现在有人 这种比较新鲜的世词 是说我爱你知道 就是在那个 不是互相要讲那个世词吗 我爱你知道 你不爱我的那一天 所以就是我们的 对你的承诺是这样子的 当下我是有的 所以我起码要找到 当下我愿意做 可能是一辈子承诺的人 那找个 找个你觉得 那时候你爱他的人结婚 是啊是啊 我就是连这个都没有找到 因为我是以为说你找到 可是因为你每一个条件 都计算 没有算好那膨胀 所以你就不结婚 不是 不是现在 纯粹就是精神上这方面 还没有到达 精神上 对对对 你说物质上现在 我不自己养自己OK啊 所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